欢迎来到Roy和苏环球婚礼的第二站 在葡萄牙体验完神圣黑金婚礼后 我们来到了奔放自由的浪漫地中海小岛 意大利西西里岛 华丽的马车 古老的小镇 中世纪的魔法之舞 环绕全城的盛大游行 在这里我将为苏还原一场 犹如古代贵族般的 西西里盛装马车婚礼 中世纪的马车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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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哇哦 嗨 我说Diatro 看我们定制的这个花环美吗 不能拍了 我需要凭着来举这个东西吧 嗨 吴吴吴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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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戴上 再留一下 把这种心情再留一下 你先把它放到冷藏里吧 现在就让这个花环先静静的等待一会吧 嗨 嗨 嗨 一个入场仪式 这一场是西西里风格的一个婚礼嘛 但是对方呢 对于这个服装的提供非常的模糊 他就是说会有会有 但是具体什么样什么色什么尺码 一直也不告诉我们 有一点担心说到了现场发现 就完全不行 尺码太大或者怎么样的 所以就辛苦菲林和宝儿 从国内给我们带来了一件 复古婚纱 哇哦 这个尺码就好像是因为我良心定做的一样 真的 就刚刚好 再配一条好看的项链 哎 把这个给你带上来 珍珠项链 对对对 珍珠项链你先配一下 哇哦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巴勒末的古董市场里 淘到的一条西西里制作的老珍珠项链 哇 这跟这件礼服简直是绝配啊 哇 我感觉你现在简直像一个宫廷出来的那种 贵族少女 对对对对对 就要拜托他们两个来帮我们进行 全程的视频跟照片的拍摄了 看一看我单配吗 那你今天的新发型和我的新发型 这一站非常特别的是 我们有邀请几位 就是刚好在意大利的粉丝来参加 包括这次还有朋友 然后还有Roy的在国外的表妹过来 找到的办仪式的人 肯定没有上次那么多 只有几位表演者 但是我们这边的人很多 所以应该是很热闹的 小分队出发 嗨 你好 依然 依然 欢迎你来一边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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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我介绍一下 菲林和宝儿是我们在大理的朋友 他们专门飞过来就是参加这次的活动 然后他们是专业的摄影师 帮我们做一些婚礼的记录 这次的亲友团非常的大 对 在葡萄牙只有我们两个人吗 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情节发生了 就是在我们本来约定好集合 先商量一下的地点 婚礼最重要的主角就出现在了这里 如果要说什么是西西里岛最重要的文化标志 那非Caretto Siciliano莫属 这是一种源自2000年前古希腊时期 由纯手工打造的木制豪华马车 最初这种双轮马车被用于运输木材、农产品和酒 商人们投入重金 让能工巧匠用最精致的雕工、最绚丽的色彩 把西西里的民族传说和战争故事 统统铺满马车 并让马儿也穿上超华丽的盛装 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炫耀实力 另一方面也是给自家生意最好的行走的广告 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些板上全都是手绘画的 但是这个板上全部都是雕刻 太华丽了 这是见过最华丽的一个马车 它的轮子上也全部都是雕刻 你看这你看这 你看每一个都有小的头 全是立体的 你看里面也全部都是雕刻 还有西西里的火山 还有骑士勇斗恶龙的样子 下面就是一个宏大的战争场面 时过境迁 当运输功能渐渐被取代 西西里盛装马车 则成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吉祥物 如今在岛上 只有盛大的节庆 或者隆重的婚礼上才能被使用 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找来这么一辆 那么接下来 就邀请你一起来见证 我们极其珍贵又独特的巡游婚礼吧 今天的着装是西西里民俗婚礼的自然西化风 戴点波西米亚 又像是吉普赛女郎 新娘我 头戴杰梗花团加头纱 身穿传统束腰与草绿舞裙 脖子上特意搭配了 岛上匠人手工制作的 西西里人头花盆造型陶瓷项链 新郎Roy呢 戴上西西里最有代表性的 国民帽子POPOLA 穿起意大利小背心 主打一个融入当地陪衬新娘 我们的婚礼这就开始了 好 穿戴完毕 我们就要在街口直接登上马车 开始巡游了 我们出发了 随着歌舞乐队开路 我们的环城马车巡游正式开始了 难得一见的豪华盛装马车 带着浩浩荡荡的亲友团 就这么边唱边奏招摇过世 慢悠悠地穿过老城老店 与狭窄街道 可以说是极其高调 当地人都纷纷围观拍照 打招呼送祝福 甚至二楼的居民 也跑到了阳台上凑热闹 我们坐在高处 不停向路人挥手微笑 直到脸都已经笑僵了 真的体验到了游乐园 花车巡游上的主观视角 又或者幻想自己是 中世纪童话里的王子公主 而整座小镇 此时都成为了梦中的电影布景 带着所有所有围观群众 我们最终一路来到了 Mondreale小镇中心的大教堂广场 这座近千年的教堂 融合了阿拉伯、拜占庭和诺曼 三种不同的文化风格 也成为了我们体验多元文化的最佳见证 我们的婚礼乐队 会先以两首曲子 作为送给新郎新娘的见面礼 第一首是个欢快的小情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二首歌叫做《塔兰图拉》 是非常地道的西西里舞曲 传说中世纪的人们被狼猪咬后 要尽全力拼命跳这种舞 才能把毒素排出 而这种歌舞也被认为具有魔法和疗愈作用 如今 狼猪舞早就成为男艺文化的一部分 经常在婚礼庆典中被用作欢庆仪式 接下来终于轮到我们出场了 如果期待终一样 狂放的西西里婚礼 所有人都要脱掉鞋子 光着脚自由舞蹈 我们先随着一首西西里小调 还原了当地过去的订婚舞蹈 女生故意丢下手里的手帕 表示方心按许 而男生苗董立刻捡起来 还给女士并按送秋波 这样那样在那样之后 这事就算是成了 另一个有趣又很有难度的环节是 在新婚之日 新郎和新娘需要通过默契的挑战 双方轮流往彼此头上放一个陶瓶 并且尽力配合不让她摔下来 最好还能顶着跳跳舞 如果陶瓶没有摔碎 也许就代表着婚姻永远不会破碎 最好的优优独伊 完成挑战后 我们就被证明是默契的新婚夫妇了 接下来就是庆祝时间 首先由新人做个榜样 一起跳上一段领舞 后面就是亲朋好友一起加入 我们的粉丝 朋友 家人 都被拉进了舞蹈队伍 大家尴尬而不失礼貌地 进行了友好而欢快的舞蹈 直到所有人都打开了 放开了 活儿嗨了 这场婚礼就算是成了 相比于葡萄牙北部 端庄 严谨 连亲吻和化妆都禁止的传统婚礼仪式 西西里的婚礼体验 完全是一场自我享受的放纵狂欢 坐上最炫酷的马车 吸引全城人的注意 光着脚随地跳起舞来 在这儿没有规则 也没有绝对流程 没有低调 也没有静静 也许就像这座小岛上的人 如何生活一样 随心所欲 此刻开心最重要 除了感受当地文化 透过不同的仪式体验 我们也在努力学习着婚姻的不同侧面 结婚既可以是庄重的 仪式感的 充满分量的 也可以是轻松的 随性的 融入生活的 往沉重去想 婚姻代表着不同家庭的融合 财产的共享 生死的承诺 但看看最简单的一面 婚姻也许只关于你我 而婚礼 也可以只是两个人为庆祝相爱 而创造出的一场庆典 古罗马时代 欢宴骷髅的谚语 我们早就写在了家里的横梁上 勿忘你终有一死 所以 敬欢吧 哈喽 现在呢 是一个特别的时间 就是我们上一站婚礼后 有一个遗憾 当时太匆忙了嘛 然后前后的准备 后我们的一些心情 都没有实时的分享 所以这一次就想在 第二次婚礼刚刚结束 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些幕后的 我们的心情 还有一些过程 一些艰难曲折的 那个幕后故事 整个婚礼的结束后 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感受 现在的感受 第一个当然就是很放松了 因为这个复杂的婚礼 其实在整个意大利的过程中 也一直压在我的心头 然后你时不时的 都要沟通各种事情 所以说现在终于 还算圆满的做完了 然后就很开心 然后第二个也是觉得说 依然时不时的会回想起 就是这个很多 很梦幻的这样子的瞬间 就会觉得好不真实啊 然后又觉得 能够在年轻的时候 到西西里这么浪漫的地方 完成一件这么酷的事情 是一个 很幸运 然后很没有遗憾的一个体验吧 这么官方可能会被整个剪掉 我在婚礼的前一天晚上 就是又很紧张 然后压力巨大 因为这次比葡萄牙还不确定 连彩排都没有 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 快过去 快过去 快把这件事情熬过去 就有一点这样的感觉了 但是经历的过程中 我又希望这个时间 能再慢一点 再慢一点 让我再享受享受 然后等这个事情真的结束了 我就觉得说 还想 还想再来下一次 还想再来下一次 是怎么找到这个西西里马车为婚礼目标的 首先呢 我是在网上 就是包括各种社交媒体 去大量的搜索 跟西西里传统 西西里民俗 西西里 就是文化 有关的各种关键词组合 然后会大量的去翻阅 弹出来的随机的信息 然后当找到 我觉得 这个衣服 或者这个形式 这个马车就出现了 很吸引我的时候 我再会去查 跟这个底下相关的描述和关键词 以及查看 所有po过这一类内容的人的主页 去找看谁是真的就是在干这个 而不是只是个游客 随便发了一下 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找到了一个民俗 就这个民俗团队的一个女生的个人账号 然后就给她发私信 去讲我要做什么 以及去询问她的工作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就加了 就是联系方式 然后就进行了后续所有的沟通 所以说我会是先从一个广泛的广撒网 用各种关键词检索 我去大量的阅读信息 到逐步的缩小 然后到几个方向 然后再缩小到几个人 就是这其实我一共到最后 可能剩了两到三个人 我同时在联络 然后到最后再确定价格 确定时间 确定所有的一切 选出最终 我觉得最可操作的那个方案 看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月的聊天记录 所以真的就是笨办法大海捞针 整个筹备的过程有多久 其实从葡萄牙的婚礼刚结束 就是一个多月以前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在找西西里相关的所有的东西 并且给很多人发私信了 这个婚礼最初的期待和计划 最初呢 我是觉得西西里是一个浪漫的地中海海岛 所以说应该要做一个跟海有关的元素的婚礼 可能会有船 然后会有海边的古代小镇 然后会有一些美食 是我们印象中的西西里 对对对 但是后来在就是搜查的过程中呢 我发现了就是这个西西里的传统的这种马车 手工艺美术的元素 还有音乐歌舞的元素 其实也非常的有特色 甚至可能比海边的那个海洋元素 更加能代表西西里独一无二的一面 然后我最初其实想是结合在一起 就是既有船 又有海滩 又有马车 又有教堂广场 然后形成一条路线 然后就是涉及到很多方面 但是这个事情在我们都没到西西里的远程 就是联络 再加上语言障碍的情况下 太难操作了 而且会非常非常的贵 所以说最后我们就退而求其次 只保留了马车 还有古代小镇的部分 然后就把就是海洋的元素 船的元素拆开 留到了另外一个拍摄 单独的再去实现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算是 我觉得工作中 或者拍摄中的一个小技巧吧 就是有的时候 你觉得一些东西很精彩 你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强行的挤到一起的话 你就会压力很大 你可以试着把几个事情拆成小目标 然后逐个去实现 婚礼现场有没有遇到什么突发情况 首先第一个突发情况 我们本来约定在活动正式开始前 一个小时见面 他们迟到 迟到了很久 然后导致呢 并没有足够的时间 见面了以后说我们可以交流 开个会沟通 第二个突发情况 中间的这个翻译的人 他对于那边的整个活动的策划 他是完全不了解的 所以等于我问什么问题他都不知道 他在线去问 然后彼此的沟通出现了很多信息 不对等 第三个突发状况 是现场的交通和路线 比我想象的更加的复杂 所以导致我没有一个特别的放松的情况下去思考 就是说整个马车要怎么走啊 从哪去哪啊 就是一切都是在随机的决定 随机的这种压力下去 就定了这么个方法 所以最终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们基本没有思考 对 我中间也没有仔细地去在推敲 或者是说在设计的 因为这个团队就一直在告诉我们 就我们中国人办事的方式 就是我们提前定好所有的流程 但他一直在跟我们说 你不要这样 你这样就是太压力了 不用问 放心 我们都会搞定的 不用问我们就现场来 是吧 来到哪算哪 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 但是我们整体是很满意的 还有一个小小的突发情况 是因为服装是到了现场才知道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服装 我们不能说是百分百的满意 他可能没有第一站那么的华丽 那么的盛装 也不是绝对的婚礼服饰 但是他确实是西西里地区的传统服饰 而且是适合那一天的 就是上下马车和跳舞的一个服饰 就是衣服虽然略有缺憾 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我们最后选择了遵从 整套是一样的风格 这一场婚礼花了多少钱 意大利本身就是旅游火 然后旅游资源稀缺 再加上盛装马车这个东西 是一个很不常见的东西 我们在一个月前问他们的时候 他就说你赶紧订 全世界的人都要来西西里结婚 都要来办婚 你不订就没了 你就是只能现在订 所以就是钱价格一定是有一点忘记的 或者说热门地点的提升的 一万多吧 一万没打住 其实跟上一站葡萄牙的整体发销差不多 但是是因为这一站所有的拍摄 我们找了朋友 所以省掉了拍摄的钱 就是纯纯的办婚礼的流程 是一万多 接着努力工作赚钱 赚钱就是要花在这种地方 看一看打扮了之后的Roy有什么不同 这个是我们在巴勒墨淘到的一件意大利的古着衬衫 然后这种真丝的很垂坠的感觉 快点穿上 这个就是我们选的跟我那个复古婚纱去配的一个这个也是复古风的西装和衬衫 头抬起来 这样对 这样就可以大家感受一下脖子以下的穿搭 这样就可以更客观的了解这套衣服的 虾系男是吧 你再给我来几个动作 频繁起头那种混剪一段音乐 就是你再往后一点 然后你再进去出来 你就随便走吧 你就当MV 你先给我几个MV的动作 你怎么能不游腻 清新一点 太油腻了 放松一点的 有了有了 那个味来了